京度 一个孤独的天才 解决他所处时代最大难题的真实故事 作者 达瓦·索贝尔 翻译 萧明波 第一章 假想的线 当我起了丸心 就融由静线和卫线织成的大网 在大西洋中捕捞金鱼 马克吐温 密西西比和尚 在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 有个星期三 父亲带我外出游玩 他给我买了一个坠着珠子的铁丝球 我很喜欢它 轻轻一压 便可将这个小玩意儿收成一个扁扁的线圈 加入双掌 再轻轻一扯 又可让它弹开 变成一个空心球 它在鼓起来的时候 很像一个小小的地球 那些交接在一起的铁丝 就像我上课时在地球仪上看到的 用细黑线画出的静卫线一样 都是些纵红交织的圆圈 几颗彩色的竹子 不时从铁丝上划过 就像是航行在公海上的轮船 那次 父亲牵着我 迈开大步 正沿着纽约第五大道 走向洛克菲的中心 我们停下脚步 注视着将天和地扛在肩上的阿特拉斯的铜像 阿特拉斯高举在肩的青铜球 跟我手里玩的铁丝球一样 也是用假想的线围成的透明世界 直到黄道 北回归线 南回归线 北极圈 本桌子物线 即便在那时 我也可以从照在球面上的方格中 辨认出一整套功能强大的符号系统 它能表示出地球上实际存在的所有绿地和水域 如今 近线和尾线所处的统治地位 比我四十多年前所能想象的还要牢固 因为这么久以来 它们文思未动 而它们所辖世界的格局却发生了变化 大陆在日益广阔的海面上飘移了 国界也因战争或和平一再地得到重新划定 我年幼时就掌握了分别 近线和尾线的诀窍 尾线或称平行尾线圈 确确实实是相互平行地从迟道到两极 它们环绕着地球 形成一系列逐渐缩小的同轴圆圈 近线则是另一番景象 由北极绕到南极 再绕回来 形成一个个大小相同的大圆 因此它们都汇聚于地球两极 在古代 至少是在公元1300年时 人们的头脑中就已经有了中共交织的近线和尾线这种概念 公元150年 地图制作家兼天文学家托勒米在他绘制的人力历史上第一本《世界地图册》中为27张地图画上了近卫线 在这本画时代的地图册中 托勒米还将所有的地名按字母次序排除了索引 并根据旅行家们的记录 尽可能精确地给出了每个地点的近度和纬度 只是托勒米本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不过是基于空想 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 人们普遍抱着这么一种错误的观念 生活在尺道上的人会被酷热烤化 变成疾形 托勒米将吃到标记为零度尾圈 他这种选择并非出于主观一段 而是从他的前辈们那里找到了具有权威性的依据 他们在观察天体运动时 从大自然中得到了启发 在吃到处 太阳 月亮和行星差不多都是从正上方经过 同样的南北回徽线这两条著名尾线的位置也是根据太阳运动确定的 塔明表示了太阳的试运动在一年中的南北界线 不过 托勒米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自由地选择本车子物线即零度尽线的位置 他选择本车子物线穿过了临近非洲西北海岸的幸运群岛 后来的地图制作家们先后将本车子物线挪到亚苏尔群岛 福德角群岛 一级罗马 哥本哈根 耶路撒冷 圣彼得堡 比萨 巴黎和费城等许多地方 最后才确定在伦敦 因为地球在旋转 经过地球两极画珠的任何一条静线都可以作为基准的起始线 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至于本车子物线究竟设在何处 这纯粹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静些尾线的方向不同 这是连小孩都看得出来的表面差别 除此之外 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 零度尾线由自然发责确定是确定不变的 而零度 静线则实时在移动 就像沙漏中的沙子一样 这一差别决定了纬度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 而要测定静度 尤其是在海上测定静度则困难重重 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如何测定静度的问题 甚至难倒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任何一位称职的水手都可以根据白昼的长短 太阳或一些常见恒星距离地平线的高度 相当精确地测算出他所处的纬度 克里斯多夫·格林布在1492年就是沿尾线航行的 他顺着一条直线航道碰到了大西洋 他以这种方式航行 要不是被美洲大陆挡住 本来肯定是可以抵达印度的 进度的测量则不同 因为他牵涉到了时间 一个人要确定自己在海上的进度 就必须知道船上的时间 以及始发港或另一个进度一致的地方 在同一时刻的时间 领航员可以将这两个时间之差 转换成地理上的间距 因为地球要24小时才能转弯一个360度的整圈 所以每小时转24分之一圈即是15度 于是轮船和出发地之间的时差 每向差一小时 就表示他的进度向东或向西变化了15度 在海上航行时 每天太阳升到最高点的那一刻 领航员可将自己船上的时钟 拨到当地正午时分 然后查看始发港时钟 于是两个时间每向差一小时 就可换算成一个15度的进度差 同样15度的进度也对应着一段航行距离 在迟到处地球的周长最大 15度的进度跨越的距离足有一千英里 而在迟到一南或一百的地方 每度对应的里程数就会变小 一度的进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等价于四分钟的时间 但是所遮合成的距离 一度的进度会由尺道上的68英里逐渐锁短 直到变为两极处的零英里 同时获取两个不同地方的精确时间 是计算进度的先决条件 今天随便找两块廉价手表 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直到百中时代 还是没法做到这一点 在一手颠簸的船上 百中可能会摆得太快 可能会摆得太慢 甚至还可能完全停摆 如果从一个寒冷的国度 起程开往一个未雨热带的贸易区 沿途温度的正常变化 会让石中的润滑油变得稀薄或粘稠 会让其中的金属部件发生热胀冷缩 同样会造成上述灾难性的后果 此外 气压的升降 以及地球重力虽纬度不同而发生的细微变化 也可能会影响到时钟的快慢 在太现时代 尽管配备了当时最好的海图和罗盘 但由于缺乏测定进度的使用方法 伟大的船长们都曾在海上迷失过方向 从瓦斯克·达迦玛到瓦斯克·努恩·涅斯德·阿尔波 从费迪南德·梅哲伦到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他们都是靠着幸运女神的元首或上帝的眷顾 才不由自主地抵达了目的地 由于越来越多的航船启程 去征服或开辟新的领土 去发动战争 或者在一预之间运送金银与货物 因此各国的财富就在海面上飘来送去 然而没有哪艘航船掌握了 确定本身未知的可靠手段 于是无数的船员在翠武骑房中遇难身亡了 单单是发生在1707年10月22日的一期海难中 就由四所回航的英国战舰 在西地区的附近逐郊 致使将近2000名将士死与非命 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 整个欧洲大陆都在积极寻找解决 进度问题的方案 多数欧洲国家的君主 最终都参与了这场运动 其中就由大名鼎鼎的英国乔治三世 和法国路易十四 巴恩T号的威廉·布莱船长 和伟大的环球旅行家詹姆斯·库克船长 都曾带着一些比较有希望成功的 进度测量方法 到海上去检验他们的精度和可行性 库克船长在暴死于夏威夷之前 曾在三次远洋探险中进行过这例试验 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 试图借中钟表极构般的宇宙 来迎接精度问题的挑战 加利勒、卡西尼、惠金斯、牛顿和哈雷 都曾求助于月亮和星星 人们在巴黎、伦敦和柏林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天文台 想以天文观测的方式来测定进度 与此同时 有些愚钝痴迷的人则提出了另外一些叫笨的办法 比如先将信号船以某种方式停拨到海外一些精心安排的位置上 然后再通过船上的伤狗吠叫或火爆轰鸣的声音来传递信息 在寻找进度问题解决方案的奋斗历程中 科学家们还受启发做出了一些别的科学发现 并由此改变了他们对宇宙的认识 这其中包括首次精确地测定的地球重量、星际距离以及光速 时间在流逝 却没有找到一种真正管用的方法 于是寻求进度问题的解决方案 就像寻觅不老权的位置、冗动机的秘密和列迁成金的秘方一样 也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一些海洋大国包括西班牙、贺兰和某些意大利的城市国家的政府 则纷纷以提供累积奖金悬人可行方案的方式 不时掀起人民解决这个问题的热情 英国国会还在1714年通过了著名的进度法案 设立了一笔丰厚程度相当于国王赎金的巨额奖金 以征求一种切实可用的进度测量方法 英国钟表将约翰·哈里森是一个机械设计与制作方面的天才 他开创了便携式精密计时科学 并为解决进度问题的事业奉献了鼻声精力 他完成了连牛顿都怀疑是否可能完成的伪业 他发明的诗中就像那不灭的火种一样 可以将始发港的真实实践带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偏远的角落 哈里森出身平凡却出名绝顶 他曾与同时的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极度交锋 他接下了一个特别的仇敌 第五任皇家天文官纳维尔·马斯基里牧师 这个人和哈里森争夺那份令人垂严的丰厚奖金 并在某写紧要关头耍出了只能称作不公平竞争的卑劣伎俩 哈里森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 也没有给哪个钟表将当过学徒 但是他却造出了一系列几乎不存在摩擦的时钟 这些钟不用上游 无需清洗 而且还是用防锈材料制成的 此外 不管周遭怎么颠簸摇晃 他们的运动部件之间 总是能保持完美的平衡 他舍弃了钟摆 并在时钟内部以适当方式 将不同的金属组合在一起 使得一种金属成分因温度变化而出现的热胀冷缩 能被另一种金属成分的变化抵消 从而保持了时钟速率的恒定 然而 科学界的精英们却不相信哈里森的摩香 并摩示他的每项成功 负责颁发净度奖金的委员们 纳维尔马斯基林也是其中一位 每次都看怎么有利于天文学家 而不是哈里森之类的工匠获奖 就怎么修改竞赛规则 但是哈里森的方法 终究还是凭借其实用性和精度胜出了 哈里森的后续者们又对他那复杂而精巧的发明 在设计上进行了成功的改造 使之得以批量生产和广泛应用 经过40年的抗争 年迈体衰的哈里森终于在乔治三世的庇护之下 于1773年获得了那份本应属于他的奖金 在这40年中 哈里森经历着政治阴谋 国际战争 学术诽谤 科技革命和经济动荡等种种考验 所有这一切以及许多其大的线索 都和境线交织在一起 如今卫星网络能与虚拟之间将一艘船 定位在几英尺的范围之内 在这样一个年代 将这些缠结的头绪解开理顺 回顾他们的故事 也可以让我们一亿种全新的目光来看待地球吧